白板上面的畫面越來越多 所以我剛剛把它歸納一下 就是再把它傳到另外 這個雲端白板 我把它分類了 就是這個章節我後來又把它建一個 這個 第四章的這個範例 那剛剛那個圖 如果這個怎麼設定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有個圖 第一個 那賄賂的時候如果說 你預設沒有Drobo的資料夾 你可以自己新增一個Drobo 然後再把它拖拉進來 不過剛剛好像有同學電腦 是不能拖拉 不能拖拉沒關係 Ctrl C Ctrl V 也可以 反正這個方法行不通的話就換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是選它之後 找到這個View裡面 會有個Background 選起來 它弄起來之後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就是圖了 就感覺有漂亮一點點 其實很多使用者都是看美工 所以你美工 樣的做出來的話 當然基本上就有一定的 感覺不錯了 至少你就感覺專業一點 不過呢它有個缺點就是點下去 它就是圖 完全沒有感覺 它沒有那種touch下去會變顏色的感覺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你清楚跟確定 你也可以結束這個也可以變成圖 只是說你要花美工自己去做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不是教美工的 只是我們等一下講 就是說 點下去至少要能夠換一張圖就好了 那換圖的話這部分該怎麼做 其實有幾個方法 如果發生事件的話 那這個事件點擊之後 你也可以換一張圖 然後再把它改回來 可不可以啊 但是這個方法好像比較麻煩 比較簡單的是什麼 用那個在設定的時候 背景那個地方 不是給它一張圖 而是給它一個XML的檔案 它會自己去幫你更換 更換圖檔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部分先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